全臺約有一百萬的新住民 新二代的學生有三十點五萬人 但臺灣社會對新住民 以及新二代的文化不夠瞭解 產生了誤解 讓他們有些自卑 多個社會團體共同創立了新二代 繼東協青年發展協會 希望透過各類活動培育人才 提升新二代子女 自我的認同與文化連結 柬埔寨也有法國麵包 主配料和越南的不同 來自柬埔寨的新住民潘喜琳 侃侃而談 但她說剛來臺前幾年很自卑 一直生小孩然後一直在家裡 都不敢踏出那個門 但我為了陪伴小孩 我要勇敢踏出家門 去陪伴他們 然後去做很多的社會 像我有去做志工 做志工去小學教柬埔寨語 直播網拍 簡國文物食品 潘喜琳用行動打破標籤 媽媽來自越南的李如寶 從小念臺商學校 大學返台 她在台大創創學程 聽到新住民媽媽說 孩子不理解我為此震撼 決定成立新創公司 培養新二代青年人才 開發東南亞美食互動遊戲盒 富裔在漢多個社會團體 創設新二代季青年發展協會 接下來會有十名新二代學生 進行職涯探索 由於目前東協來臺的留學生有八萬人左右 越南留學生就有三萬人 協會指出目前以語言交換 文化交流為主 但目標是協助他們回國後找到適合工作 有所依靠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